各位升級醫會員,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Videotalk 我是主持人熊培萱 相信很多上班族在職場上都會很怕遇到被同事衝康 或者是工作被主管打槍之類的問題 今天我們就要來聊一聊要怎麼透過辦公室風水來扭轉我們的工作運呢? 我們邀請到風水專家謝遠景替我們指點迷津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謝遠景,謝老師 還有兩位在職場上他們都有遇到一點小問題 想要請教謝老師一些改運的小Payboard呢? 哈囉我是Claire,我是一般公司的小職員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來詢問老師 大家好我是小恩,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工作上被衝康的部分 就是之前有發生過就是我的企劃就是有被同事創改 然後讓我在跟老闆報告的時候就是大出包 所以就是在這方面想要請教老師 我現在想要先請教一下謝老師啊 很多上班族他們都會希望辦公室 看起來不要這麼死氣沉沉嘛 我自己也會放一些像療癒的小公仔啊 或者是盆栽之類的 會不會容易觸犯到什麼風水禁忌啊? 相比要大的大概就是在所謂的盤栽這類的物品 黃金格或萬年輕 這兩樣植物其實都是屬於鮮陰性的 那所謂陰性呢就是說 如果沒有種好、處理好、放好的話 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 倒在正希的方位 究竟出現肉財的情況 很小那種仙人掌也不行嗎? 為了要防這個水小的 都會找那個刺很明顯很長 當你放這樣的東西的時候呢 我們爭一面算刺向別人 但另外一面也是刺向自己啊 像我們剛剛兩位會員都有提到自己 就是在職場上遇到的問題嘛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小恩的辦公桌 你的辦公桌也太亂了吧 有時候事情一多 東西都會丟著 然後就有空才會整理 第一個要注意 有時候辦公室會有一個柱子 斜角針對著我的後方 就有可能容易犯小人 犯小人最嚴重的 就是從背後來的人 叫做小人盲似在背 讓你坐立難安 其實有時候抬頭看 不管是直的也好 是橫的也好 有沒有大梁壓在我的上方 那就好像形成我在工作上 他們的大梁的意思 上班族一般都是被公司安排好 就是得坐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可以有什麼方式 來避免你被小人陷害嗎? 我會建議觀眾朋友 使用所謂的奇名才發貨 面向這個方向的話 外面的煞氣或者是小人 通常對我來說比較不影響 當出現門對門 鬥口煞的情況 會有嚴重的爭執或口角 我就會建議你使用所謂的 六地錢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Clear的桌子 就是我有兩支電話 因為我們畫物量還蠻高 那像我們的那個文件 主要是發右手邊 通常我們左邊叫龍邊 右手邊叫虎邊 虎邊一般要近 凡是沒有聲響的東西 要放在你的右手邊 電話盡量不要放在你的右手邊 避免這個所謂的小人 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我這邊還有在準備兩張題片 偷偷拍我們主管的桌子 畫面有沒有在風水上 其實是好的的共同點 電腦可以放你的正前方 可以放你的左線前方 你的出路在左邊的動線 打電腦的時候 有人進出 我不要動 我邊打電腦 我就看得到門口是誰 請老師最後再總結一下幾個重點 簡單的想要就是 改善風水化 大概可以從哪幾個小步驟可以做起呢 鏡子其實跟 所有會反射性的東西 在另外一個角度也是代表小人 就那個鏡子剛好正對你的話 有可能第一個 你會比較做不出 第二個來說 你的小人會比較多 所以一定要注意喔 鏡子不能照你 希望今天的內容 都可以幫助到 各位升級醫會員 你們在職場上 如果遇到什麼問題 都可以遵照老師 剛剛傳授幾個小PayPal 去做改進喔 謝謝謝老師 來參加我們節目 也謝謝兩位醫會員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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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ふ視努 benef Valley 還有錯誤 如果 primary 視聴的是 各有20朋友 吃進了 感谢观看